我有一刻印象很深 就是在机场时有一班示威者 去攻击一名警员 攻击到他们连了长角 直到他们拿着把枪指示威者 他们依然不停手攻击这名警员 其实在外国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给你一个例子 在美国有一名40岁的白人司机 拿着木棍去攻击警察 被警察连开12枪打死了 相对于香港警察对于示威者 其实是非常克制的 我们事后看回机场这个事件 我觉得当时应该可以更加果断去执法 我们警察有内部的指引 说明领事馆、机场、发电站、水塘 这些全部都是key points 即是重点的守护对象 在外国如果你攻击这些key points 可以被视为恐怖的袭击 我们看看英国处理示威者 企图去占领机场 他们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在2019年10月 英国环保组织反抗灭绝的 一百多名示威人士 是试图占领伦敦城市机场 当日被伦敦警察清除了 伦敦城市机场亦规定了 反抗灭绝号召领机场行动的几天 所有乘客都必须有登机证 然后才可以让你进入机场 刚才尹尹sir提及到重点设施 即是key points 如果被人袭击的话 现在可幸地 《国安法》里面有一条条文 就是针对这些罪行的 就是属于恐怖活动罪的 刑罚都颇为重的 是终身监禁的